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保健养生吃喝玩乐频道 党固醇是导致血管阻塞引起动脉周样硬化 造成心脑血管疾病的元凶 当一根血管被堵住80%以上的时候 那么那条血管就算是被基本堵塞作废了 而且当党固醇的含量升高 就会增加患上动脉周样硬化斑块静脉血栓的形成 从而造成动脉血管狭窄 阻塞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形成 那么今天小编就要为大家带来最长期有效的方法 通过日常的食疗法 就可以将你的党固醇降低而且还不反弹哦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那么接下来小编就要为大家带来 食疗在中医上极为推荐 因为能够最大限度的对血管进行养护 减少药物的进一步损害 但是单吃食物的话 众所周知 吸收缓慢 需要长时间坚持才有效 所以即使再好的食物 也需要技巧去提取里面的精华成分 让人体有直接的吸收 所以今天小编就在这里 教大家两个辅助食疗方 一定要知道哦 食疗方一就是食物榨汁 苹果富含果胶 纤维素和维生素C 有非常好的酱质作用 每天吃两个苹果 或搭配一些蔬菜水果榨汁来喝 坚持一个月 大多数人血液中的党固醇就会降低 水果和蔬菜搭配来吃 肯定很奇怪 但是水果蔬菜汁是很多人都喜欢的 流汁去渣 如橘子苹果胡萝卜汁 苹果西芹柠檬汁等等 都是十分有效的方法 只是效果缓慢 需要长期的坚持 那么除了食物榨汁以外 小编还要教大家另外一个食疗方法 那就是全胚芽嚼子茶 全胚芽嚼子茶之所以作用厉害 是因为很有丰富的汇丁成分 可降血压 使墨烧血管扩张 新收缩增强 此外它还能缓解毛细血管脆性 增强血管韧性 对调理脑出血脑血栓都有很好的疗效 同时还能防止血栓阻塞 全胚芽嚼子茶中含有丰富的 类黄酮物质 能够抑制体内的胆固醇脂质合成 降低甘油山脂和胆固醇 防止动脉遭殃硬化症 所以这种食材大家可以多吃 每天可以用全胚芽嚼子茶泡水喝 也可以将它煮成粥 长期使用对血管的帮助是非常显着的 大家一定要试一试哦 若大家找不到食疗二的材料 那么小编建议大家可以使用食疗一 那就是搭配水果和蔬菜 搅成汁 每天饮用 长期坚持就可以起到一定的疗效了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这两款食疗法可以帮助到大家哦 别忘了按赞以及分享 让更多人知道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